因为台南台立文化友好交入基金会 收起乎部组议案第二会应发正义 加上该会第一次当事党过争会 加龄关公六个党司机 由上母历史李退之第一部当事党 会中议员王家真考试 太太没做团核生死和我解没好的观点 议员周家伟马进一步对母亲关公六个党一节 已经空在那四个月 因为对着台立局长并没有公平 也欢乐影响台南四百参团 未请局长一节跟派系并没有关系 郭局长他在就是因为做了台日文化基金会 被看到了是不是 所以就变成官吕局局长了 那现在要不然你就大方一点赶快请他回来 要不然请他继续做台日文化基金会 郭前局长担任局长所以做了错 对那你要不然就痛快一点 赶快请他回来嘛 一直悬缺在那边 外界议论纷纷 你做事就是不甘不脆 台日交友基金会这个的运作跟官吕局局长与否的运作 是两码之势吧 那市长当初我记得我总咨询的时候问这议题的时候市长有允诺说我们约莫在八月甚至九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局长的底定人选 那我们也很期待新的局长或是不管是国务局长他直接来接任局长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考量的局长 我们都希望市长尽快做决定是明年台南四百一起来努力 但我相信新的官吕局长跟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派系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一起要为明年台南四百来努力 议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做一些人事上的调整 不仅局限于一个管理局还有各层次的这个公务员会做一些调整 人事会做调整检讨 明年新年台南关公路各种一籍外界一条提议策国政会就回来 希望官金将人事案确定来面对台南专委会以及台南四百点中亚参团 不过究竟还有什么局处变动险计合并来调整 其中一件股特公出这次议会结束的时间点 也交给时间来应见 我们的新闻关机林荣跟蔡昆布的